我們連續15年拿了全公司都叫冠軍 一年都差不多是 如果計算的話都要二三百億 轉過我們做到 其實我做每一項都很上心 譬如這個項目我們做獨家代理 其實這些傢伙這張桌子 都是我去那間傢伙公司撿回來 別人想一步我是想三四步 我們用核心價值來形容 我們栽培同事都是這樣 就是怎樣做不到 或者怎樣輸了 或者面對突然間的 其實我們的危機感 解決危機的成功率也很高 還有看到公司的模式 很有歸屬感 令你很安心地去做 譬如我們學習的東西 我們沒有任何保留 都會教給下面 教給經理 教給售員 包括我小弟剛升經理的時候 我都會把所有客奉獻給售員 如果有一天會擔心自己 做經理會隨時被人割 我當然是不收心賣賣 以前逢日入職 就算我多忙 有什麼大生意 我都會訂下一點時間 出來見同事 我目光都很盡 每見一個我大概都知道 他值多少生意 你那區幾百個人都見過 見過 譬如有一個發展商的兒子 我那天罵了他 我多害怕他 他媽媽打來 我多害怕他打來罵我 原來他很感謝你罵我兒子 我兒子回來 翌日已經叫我鬧鐘了 說不用司機載我 那時候有司機載他來上班 上班又遲到 那他便罵他 想不到他媽媽很開心 那麼多年都沒有人罵他 其實中原做 老實說 除了有金錢之外 其實那個光環也有在 使命感我們也有